各位学员可能大家都知道啊 那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 常常有时候 那个到了大医院的时候呢 那医生可以看病的时间 实际上是很短暂的 那再加上我们的长辈 年纪又比较大 有时候他也没有办法 很清楚地表达 他自己的那个病症 所以呢 当你带着长辈去看医生的时候呢 你就要协助他们呢 在很短的时间 把那个重点讲清楚 那看医生的时候呢 你就要协助长辈告诉医生说 他关节疼痛的地方 到底是在哪里呢 是膝盖的内侧呢 还是外侧呢 还是在手部呢 那什么时候觉得痛呢 是睡觉前觉得比较痛 还是运动以后觉得比较痛 还是休息以后就不痛了呢 那还有就是说 那你到底痛到怎样子的程度呢 是痛到没有办法下床了 还是上下楼梯的时候特别的痛 还是说拿着拐杖就比较不痛 就可以走路了呢 那可能也需要告诉医生说 你这个痛到底是什么时候才开始的 或者说你不是痛 是僵硬是硬硬的 就是那个膝盖觉得就是硬硬的很难活动 那到底多久了 是一年呢 两年呢 还是十年了啦 还是很久了呢 这些都要跟我们的医生讲清楚呢 那你也必须要告诉医生说 那你过去到底到目前 你有没有接受其他的治疗 你有没有打过玻尿酸 有没有做关节径的手术 还是已经开过人工关节了 还是你已经在哪个地方已经就医过了 那也要告诉医生说 那现在有没有在吃药 那吃什么药 有没有吃止痛药啊 还是吃尾骨粒啊 这些相关的讯息 都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要很清楚的协助我们的长辈 告诉医生 这样子才能够帮助我们的医生 在有限的时间里面 能够对症下药 帮助我们的长辈就医 阿婆你今天是怎么来无伤害来看 人都疼苦啦 先生啊 对他也疼苦 你都不知道哦 你没告诉我怎么知道 跟他说是对他无伤害 咦 咦 头 呜 咦头啦 咦头 我这支咦头 听到这样 那是怎样疼 我那天吼 早上起床的时候 这个脚头有点 暗动动啦 烧腾腾 知道是要起床那些暗动动 会烧腾腾腾 还有什么其他无伤害 那就疼了啦 就不怕啦 都要他搞瘟 所以不怕 这时候才会无伤害 对啦 那你总共六年了 好 六年 整半年了啦 半年了 对 对 那有每天都这样疼 对 正常无伤害 无伤害 是晓菌才会疼 或是走路走走才会疼 或是说 什么时候你觉得你会疼 都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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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一般来说 年会比较好 不然你说七十了 有啦 有啦 没想到像年轻人 对 谢谢 人很好 这样喔 我是说这如果疼 一般年会比较有的 比较好开始疼 代表都 八楼堆 六楼堆 是不是会会疼 或是这样 或是说 体重的 会疼 如果跑路 八楼 是不是会不会疼 对 对 这样 是说我没在肯定 他在肯定 阿玛丽怎么会疼 八 不疼 少年 阿玛 有 对 九有问题吗 九会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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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年起来 这其实也是脖子退化的 对 所以这般年以来 有越来越严重 有喔 这样喔 要怎么处理 处理啊 省小 好 你有去看过其他 以前 滚头塞 什么 台宝丸 这样喔 你吃台宝丸 这就会比较好 不好 没效 卡在拉多钱 这样喔 对 好 那你今天来找我 就对了 我会跟你说 一般来说 这卡在头内 替华 我们要先了解说 到底是三个万人 他们去的 替华 台宝丸 年会有 他会有替华 对啦 下楼梯 八楼梯 比较不舒服 走边 又会会认识 对 不过呢 枯枯不落 或枯枯不落 或枯枯不开 对 怕那开始 有时候 有时候 要稍微按一下 更正常 有时候 这就是我们 退化型的 膝头的观察 有一个镜头 这博文是什么人家的呢 比如说 年轻做的太多 你年轻做的 有喔 有喔 每天要整百斤的函枝 喔 整百斤的函枝有没有 有啦 哈哈 你砸了 整百斤 除了每天函枝以外 有时候会比较高 一百斤的函枝 你以前没有大斤的函枝 你以前有比较高 有喔 没有整百斤啦 一百斤才六十公斤 要算说 对 所以如果说 比较高 还是说 少年 最爱做 替胆的 尤其是替胆的 替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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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膝头膝 替胆 替胆一般来说 如果开始替胆 五六十月后开始替胆 要保佑 第一点 要减负 看完这个小单元以后 陈老师要来出题目咯 看你还记得有多少 第一题 通常就诊的时间都很短暂 所以就医的时候要把握时间 清楚地表达症状 对还是错 第二题 退化性膝关节炎是自然老化的现象 所以不需要就医 对 还是错